过农历垂直之前,大陆军界共军有大进展, 一来升了海军董军出任国防部长, 由海军出任的是第一个,建国以来第一个由海军出任的。 第二件事,原来我们习主席有几样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之前公开说在徐席的宣言说希望祖国一定要统一, 任何都做不到,这很大压力给台湾, 再加上在南海、东海要有个和平的氛围, 语音未落话口未完, 习主席尝试海军时, 就交代了坚持海军要做好保卫领土, 保卫姜土的坚实工作加强, 令到海军在新的一年马上制定的政策是什麽呢, 听清楚,用海警船加强对钓鱼台的巡航, 即是说很可能2024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的海警船会在钓鱼台岛周围驱赶日本的渔船, 听清楚是渔船, 会否驱赶日本的海警船呢, 海上武安厅的海警船呢, 不知,但极有可能中日双方, 中共共军的海军和日军的海军的双方, 极有可能在钓鱼台岛就会有冲突难免, 既然你讲得加强的, 那菲律宾那裡也要住, 因为现在菲律宾是整天想推去大佬上台, 而大陆现在是这样的态势的话, 习习习说一寸都不能少, 即是有个讲笑这样讲, 这个揭头如是什么呢, 和尚入道师姑吁, 差一句揭头如就叫做一个都不能少, 即是一寸都不能少, 即是现在中国在南海周围搞这些, 为何我会提出来这样呢, 大家或者不留意军事那些事, 我留意到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中国最近两个星期前, 它将十艘,十年前好像是095还是09什么, 我不知道那些驱逐艦, 驱逐艦大型,讲的驱逐艦的吨位是大型的, 起码是上9千吨或上万吨以上的, 它将驱逐艦随翼, 随翼大家兀了言, 你用了十年都不够, 你随翼你无事吧? 小心使得万年船, 你做得海军那些船隻起码用几十年, 美国的海军用几十年, 起码用五十年, 航母艦很多只五十年, 最近刚刚退休的尼米之号, 六十年代未七二年落水, 那时为了尼米之号特意拍一套电影, 叫做核子母艦遥险记, 特意的,七十年到现在刚刚五十年, 就先前退役, 你想船是可以行很久的, 用很久的, 用十年又退役? 不是, 退什么役? 在海军退役, 然后将灰色油油震白油, 就不知它有无将海军, 因为海军不同的, 海经船不可以有导弹, 导弹拆就很容易, 因为你直立发射式导弹, 但船头不是有枝炮的, 海军美军是MK48的, 那枝机炮, 人民解放那枝当然是厉害, 理论上是换枝水炮的, 但有些不拆, 那枝炮的火力很大, 火力很大, 你连续打那些所谓的海经船, 是足以将人打沉的, 就不是一般的, 好像机枪那样, 机枪又不怕, 都是9米9mm而已, 但那枝机炮口径不小的, 好,问题在哪? 一口气十只, 用了十年的这些命令, 退役了役, 做什么?海警船, 做得海警船目的是哪? 秦罗,秦罗我已经讲了哪? 雕鱼台和菲律宾, 现在他摆明了, 国内有什么事要转移视线的话, 陆军的转移视线的, 你有没有去过印度, 那就去吃咖喱, 一去吃咖喱的话,容易打嘛, 那些叉仔, 你出罗牙霸, 我就出诸葛年老, 多好玩, 还有用村人子射你, 大家都是拳头交, 就不会打到坦克车飞这大炮, 因为大家都是核子弹, 还有你的印度军, 不止有个头盔, 还有个头巾包住头, 就算我找一支锐球军一咖喱, 你都未必死, 最重要是不要出人命, 陆军就在那边, 有这个危险, 难道他够胆打台湾吗? 当然够胆的, 一定打得赢, 三日之内可以喝乌鲁茶, 但你知的, 你打得这么急的话, 那乌鲁茶未必刚做, 是刚时候的, 乌鲁茶最重要, 清明过后的乌鲁茶才行, 好, 那海军最容易冲突的, 当然是菲律宾, 菲律宾是此之简远的链, 菲律宾你都奔赢牙砍砍砍, 就出海军来砍你, 华智美国大佬看你, 我用那些军舰改装成海警船, 我敦位, 我撞都够美国佬的船撞, 他一定想这条数, 那些海军退役那艘身形那些什么舰, 吊位大, 你一冲上去的话, 菲律宾没有一艘船是他的对手, 没有, 所以他计算那条数, 十只, 十只你很老实说, 钓鱼台丢六只, 菲律宾四只够了, 四只好像当年甲午战争那样, 邓世昌那样一冲上来, 气势真的很惊人, 所以说现在你这样看到, 基本上在2024, 由于现在你, 习近平的思想指动, 在海上他又这样动作频营, 再加上海军出身做了国防部长, 2024我看难免在海上, 在钓鱼台很可能跟日本有一些冲突, 至于这个冲突大雨势, 就看到时怎样去变, 而在菲律宾也有第二个冲突点, 也有第二个冲突点, 而最巧妙的是什么呢, 菲律宾的冲突点呢, 很多时都是那些冰仔想捧去大佬上台, 即是说一旦那些海警船 去到菲律宾那所谓的暴僵胃土, 而菲律宾跟它冲撞的话, 就很容易有刹枪走火, 因为你那些冰仔如果不够去冲, 你强行冲上去, 坎头埋牆没什麽分别的, 一旦有人命意外的话, 就逼迫着他大佬要出手的, 逼迫着他大佬一出手的话, 很老实讲, 菲律宾就不够你那些驱逐艦, 你说海军跟美军链, 不是吧, 我美军司令, 大家记不记得有张照片, 那时辽宁号那样过在塔韩克合国, 海军那艦长脚上去吃着雪茄, 同隔壁都有人说, 这只叫辽宁号, 有些轻浮, 这些叫什麽呢, 攻击力不强, 伤害性極大, 这些美国佬我觉得是时候要教训一下他们, 我们不怕, 我们就将这个, 以前古代, 我们几十年前, 七八十年前, 有所谓木船打炮艇, 今時今日我們用我們的海警船撞沉的航母艦 可以的 沒問題的 我相信可以做到的 你不試過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 即是我們什麼都要試 敢交日月 換身天的精神 像毛主席說的 我們就不怕犧牲 努力向前 爭取勝利 可以的 一定行的 所以2024 精彩 東邊的就看釣魚台 南邊的就看菲律賓 至於到時菲律賓的東星班 大不帶火藥味 過幾個月才知道